Hello 大家好 我是Edie 欢迎回来Live Journaling 由这一条片开始 我想拍一些影片 是关于我在平时写手帐的时候 会写些什么 一些Journal with me的影片 也顺便分享一下我在生活上遇到的事 今天我用的手帐就是我之前用的Bullet Journal 它是Moleskine的一本Dogread Notebook 我之前也做过Pen Test 如果你想知道它能吃到什么笔 就可以看那条片子 而今次我会用Grash去画今次的手帐 我也会用到自来水笔 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开始吧 这一篇手帐我想记录下 4月26日到5月2日这个星期 一些大事回顾 其实这个星期里面 就发生了一件对我来说很大的事 所以我就立刻很想记得在手帐里面 这件事就是当我在家工作的时候 突然之间家人就跟我说 说旁边的屋子火热了 而那个单位正正在我旁边的单位 是非常之近的 所以我也非常之紧张 在好危急的时候 我家人就出去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 而且托管了我家的狗 让我抱住 在这个这么突发的场景里面 而我也不知道究竟那个火烧到有多严重 只是知道已经报了警 我也觉得很紧张 整层楼的人都出来 于是我也做了最坏的打算 就是要立刻走 在这个这么危急的时间 我就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究竟我要拿些什么走呢 当然呢 在小时候看电视的时候 电视就会教我们 你要拿电话、银包、门视 然后用湿毛巾掩住口鼻 就立刻冲出门头 去到一个空旷的地方 但是我当时评估过 应该没去到这么严重的 而且我都真的 预计不到它会发展成什么 我真的不想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就决定要收拾一个背囊走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带些什么呢 我发现银包、门视、毛巾、电话 这些好像对我来说 都不是那么重要 可能因为我平时都很大头虾 很多时候都会留下 但是呢 对比这些东西 有另外一些东西 是我更加不舍得 和更加不想没有了 而这三样东西 就是MacBook 我的Hard Disk 和我本手帐 其实呢 我当时呢 没有想太多 因为呢 真的没什么时间思考 我会随手呢 就立刻 把电脑和Hard Disk 放在背囊里面 因为呢 我想起了 其实我过去几年 在YouTube频道里面做过的影片 全部呢 都是收在我的Hard Disk里面 我这一部电脑里面呢 都摘了很多 我平时日常工作的东西 这些我过去创作的内容呢 原来对我来说呢 是那么重要的 因为呢 已经没有人可以代替我呢 再去做这些东西 也都不会找得回的了 而另外一样呢 我想要戴的呢 就是我本手帐 其实呢 它是一本很厚很厚的日记簿来的 这一本MD Diary呢 我是由2019年的1月开始写的 写到现在呢 其实都还没写完的 我很少将这一本手帐呢 展示给大家看 因为呢 其实它里面呢 没有什么图画的 里面呢 很多时候是一些 有些很长篇的顺文字记录啦 又或者呢 有一些我很集乱的思想啦 一些思考这样的 其实那么多本手帐呢 我都很糾结 究竟是不是只是要戴一本呢 但是因为实在太多了 根本就没可能拿走得完的 而这一本呢 它的内容呢 是最intensive啦 而且呢 过去一年我经历过的东西呢 都是我觉得非常之珍贵的事情来的 有很多我经历过的事情的感受啦 有一些我很深刻的梦境啦 还有呢 一些和人相处的片段 还有一些呢 我在信仰里面的反思 可能呢 有些人会觉得我很傻的 当然是命仔紧要啦 但是对我来说呢 这些的经历呢 是塑造着我是一个怎样的人 所以呢 它们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但是无论如何啦 身体呢是很诚实的 当刻呢 我就是收拾了这几样东西进袋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在版面上面呢 我就画了三样 我不会特别想带走的东西 而之后呢 我就写下了三样呢 我会想带的东西啦 那至于右边呢 我就会留空一些的部分 去写回我当时的感受的 不知道呢 如果是你的话呢 你又会带什么走啦 还有为什么呢 你可以试下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啦 虽然呢 如果要我事先去想定的话呢 可能我都未必会带这三样东西 但是呢 往往呢 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呢 就会反映着我们一些 潜意识里面很重要的东西啦 于是呢 在今次的经历里面呢 我就发现 原来呢 这个live journaling的youtube channel呢 对我来说呢 都真的很重要 这个channel啦 和手掌呢 其实都是我 觉得呢 很重要的事物啦 想真一点呢 其实过去几年呢 都真的花了很多心思 在这个channel里面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到我的进步呢 如果呢 你都是 一直有看我的影片 又或者你是 最近才follow我的 其实都不要紧要的 因为呢 你们呢 就是我继续去做这个channel的动力 我觉得有时做下做下呢 都会有不少迷失的时间 可能会不知道怕些什么好啦 又或者呢 都会怀疑 现在做的方向呢 是不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所以呢 我就想回归回去一些 基本步啦 就是呢 拍回最简单的东西 就是我怎么样去记录我的生活 这个呢 就是我原先呢 开始这个channel的时候一个的初衷 我都很不喜欢起稿的 所以呢 你看到我今次画这个手像呢 都是没有起稿的啦 直接呢 就画的啦 其实呢 写手像呢 都真的可以这么随心的 我呢 这边手像呢 大概用了半个小时啦 如果每个星期都花半个小时 去检视一下这个礼拜 对你来说 发生重要的事情 还有呢 带给你一些 怎样的反思 其实呢 都是很有意义的事 希望你会喜欢这一段片啦 如果呢 有什么想和我说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呢 IG direct我都是可以的 那呢 希望你们喜欢啦 like这条片 follow和share 我都知道 某部分的观众呢 是对于拍照啦 菲林相机呢 是比较有兴趣的 其实我之前呢 都拍了一些片剪中 希望呢 你们会等到我剪到这些片啦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 拜拜